我自横刀向天笑 看完读楼再睡觉 大家好 我是带你八卦历史笑谈百科的不正经导师 丹恋一只花 今天我带您一起说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关心的大学 2014年的暑期 我送女儿去美国求学 顺便带全家来了一次美国东海岸的旅行 从费城去纽约的路上 在新泽西乏位的高速公路上开了几十公里 之后左转就到了一片森林 通过森林深处的这条路 十足的像我们的乡村国道 但是这条几公里长的路 它的终点却是一个伟大的存在 普林斯顿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创办于1746年 也就是亲爱乾隆的11年 比美国建国还早了30年 当年他曾经叫新泽西学院 由美国宪法之父美称的詹姆斯·麦迪逊 就是毕业于此 如今普林斯顿是当今全球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 长期霸占各种大学排行榜的前10名之内 在他接近300年的校时里面 普林斯顿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出过6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15位菲尔兹奖获得者 14位图灵奖获得者 特别是前校长伍德罗维尔逊 作为一战期间的美国总统 在1918年发表了14点和平原则 直接奠定了20世纪的全球秩序 这一次的东海岸之行 我的想法是带着我儿子 遍访各地的名校 让他从小浸润一下名校的气质 所以我们从女儿就读的纽约大学开始 到哥伦比亚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耶鲁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以及哈佛大学 普林斯顿就是这一次名校之类中的一战 由于当时正值暑假 这个由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古老大学 校园里很清静 各种教堂 图书馆 艺术馆 以及古老的教学楼 宿舍 都能让我们清清静静地参观和膜拜 临近中午我们找到了一间披萨店 这间店很小 只有三四张桌 口外也一半 但一进门就看到墙上挂着一幅铜板画 画上的人像有着一头杂乱的头发 他就是那位改变了世界的最伟大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 而这间店就是爱因斯坦当年经常光顾的食堂 1933年 已经成为科学巨匠的爱因斯坦 离开了纳粹德国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终身教授 一直到1955年在普林斯顿逝世 22年的时间 他没离开过这个幽静安详的小镇 他曾经感叹 说我舒服的像一头冬眠的熊 在我颠沛的一生里 从未有一个地方 比这儿更像家里 在这个校园里 不仅可以抚摸到爱因斯坦留下的痕迹 还可以去瞻仰美国宪法之父 第四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的画像 去追寻冯诺伊曼 奥本海默 约翰纳什等无数科学巨人 曾经走过的足迹 去聆听TS Elliot 尤金·奥尼尔 文丘李 乔治·凯南等文化大师的语音 这儿还有 华罗庚 姜伯鞠 陈醒申 杨振宁 李正道 崔奇 余英石等 一众中华巨匠的身影 从去过东海岸之后 刚八岁的鲁丁就爱上了那件 从普林斯顿纪念品商店买的套头衫 他总指着胸前的校会说 看 这就是普林斯顿 这就是普林斯顿 这就是名校对于一个孩子的启蒙 对知识的尊重 对大师的敬仰 都在孩子能掌握的 这一最简单的肯定句中 让一个顽童爱上大学名校 就让他爱上了科学和知识 就如同周杰伦的粉丝 也会爱上天青色等烟语的歌词一样 它是文化的浸润 是尊重的启蒙 这些年 美国东西海岸的名校 除了加大伯克利和布朗大学之外 我基本上带着孩子都跑遍了 每一所名校都有它的历史 每一所名校都有名人大师 竟然在这样的环境里 想庸俗都难 说实话 我是有大学情节的 因为从小就被教育说 读书改变命运 于是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读书 对知识一直保持着渴求之心 这一点从没改变过 要是在汉语里选一个最长提及的三字短语 我估计一定不是我爱你 而是考大学 尽管考大学三个字 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曾有过的最直接目标 但我们都没怎么认真思考过大学的意义 如果说你的人生需要用读书改变命运 那么我可以更明确的告诉你 大学决定人生 王国伟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提及 叫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 往不经过三种之境界 第一重为 昨夜西风凋壁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重为 一带见宽终不悔 唯一萧德人憔悴 第三重为 众里寻他千百度 木然灰兽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三重境界 用在大学对个人的意义上 也是一样的精确 第一重 甩掉众人 考上名校 从此可以看见人生无限远大 第二重 从踏入名校开始 毕生苦学不错 一世魔力修行 第三重 当努力变成了不自觉的习惯时 忽然发现 已经荣耀等身 功成名就 所以大学的意义 我理解就是大门 层次和群落 考上大学 就如同敲开了一扇大门 一扇决定你人生道路的大门 至于敲开的是哪一扇门 是名校还是普校 就大概率的决定了你未来人生的level 而走进大门之后 这所大学就决定了你未来的价值观和归属感 大学教给你的并不只是知识和能力 而是看待世界的角度 以及你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虽然我们把大学都简单定义成叫高等学服 但当年孔夫子的私塾 朱夫子的书院 和皇家开办的国字间 并不能成为大学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起源于欧洲的中世纪 被广泛公认的第一所现代意义大学 是由大学之母美称的 伯罗尼亚大学 它创办于1088年 而它与巴黎大学 牛津大学 和萨拉曼卡大学 并称为欧洲四大文化中心 那么何谓现代大学呢 古之学堂教书遇人耳 谁办学就传授谁的思想 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除传授知识外 更鼓励研究和发明 科技的发明 观念的创新 让现代大学成为人类研究未知的大本应 而不是居住在传统思想观念的讲授中 陈寅确先生所云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才是大学的真谛所在 所以现代大学 从来不会去炫耀它的教材 夸耀的只是有多少 为人类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知名校友 以及贡献了怎样的学术流派 在中世界 出自巴黎大学的神学之王 托马斯·阿奎纳 将自然神论的经验哲学 发扬到了极致 而另一位来自维腾贝格大学的教授 马丁路德 又讲天主教的神学体系彻底摧毁 创造摧毁 摧毁后再创造 社会由此进步 而现代大学的意义也由此而生 人们长把大学称作象牙之塔 因为这里远比其他地方纯净干净 在这儿有世界上最美的环境 最美的思想 最美的情操和最美的人 这里远离尘世 远离世俗 没有灯红酒绿 没有英格燕 对于我们和孩子的成长而言 是难得的圣洁之地 所以爱因斯坦说他舒服得像一头冬眠的熊 在大学这个树洞里 有着听不完的讲座 看不完的图书 见不完的大师 和看不够的青春美女 此刻说起来都让人怦然心动 此时我又想起了开篇时 我提到的那次东海岸之旅 我和同行的广告人王大师 在哈佛校园闲逛时 王大师冷不丁地说了一句话 让我这些年来一直心存回想 他说在这种地儿 一扭头就能看见几个科学家 随便愣个路 站你对面的 没准就是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我想这就是大学的意义 我们独楼大学也是个大学 不过它不是985211 只是它比大学更有趣 更好玩 也更多偏门冷知识 所以也请您关注 点赞转发一键三连 您的手指一点 就是我们传播知识 鼓动思考的最佳动力 关于大学的意义 欢迎您在公屏上留言和吐槽 我愿意和您多聊聊 也请大家扫描 屏幕下方我们的独楼公众号 这里面有着我们更多的思考和建议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你的不正经导师 丹炼一只花 每周都会在这带您 用批评的眼光审视城市 从审美的角度阅读建筑 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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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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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